好继续再看到花莲第一个宠物公园 9月即将完工来启用了 为了要了解师座的情形 县府的建设处长邓紫瑜 陪同县长徐振卫来会刊 宠物公园的设置当中 新建至少有300坪 那么大小型宠物是分开的宠物公园 让宠物跟四主家人都可以在公园里面来休息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积极地规划启用的活动 让宠物可以在安全的空间内尽情奔跑 花莲县政府正沿着美轮溪上游进行 花莲县美轮溪环境改善工程的整建计划 在空间增加宠物公园的规划 更能以共荣公园的模式吸引人潮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厨长邓紫瑜 花莲县动物防疫所所长周皇德荣 陪同现场区正尾进行现场会刊 我们在这个美轮溪的这个主案 做了一个就是在高滩地用高滩地 我们整理出水环境整理出来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设置了一个就是 让毛小孩有地方可以活动的一个宠物公园 那这个宠物公园呢 我们大概目前呢 已经几乎都已经完成了 那剩下的剩下就是厕所的一些接水电的部分 那主要呢大概预计呢 会在下个月看看能不能找时间 我们再把周边的环境整理清清干净 然后来做一个整个开幕的活动 设置了这个宠物公园里面 我们有分成这个大狗区跟小狗区 那在这个两个区域里面呢 我们都放置了一些可以供这个宠物 它可以跑跳 那在这个高低落差的这样的一个土堆 还有一些它们可以在上面 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些设施 那主要就是呢提供给这个宠物 它们有一个专属的空间 那我们常常就是说 这个室主带着这个自己养的狗 到公园里面 那你如果没有细神的话 就担心它会把这个其他的在公园的使用者 或者是比较小的小孩子会吓到他们 那所以说我们就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完全属于它们的空间 让它们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奔跑 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设施 那当然我们也有供这个室主休息的这个休息的区域 那里面呢都完全按照 目前国内相关宠物公园的一些既有的设施 包含这个双城市的这个出入口 跟这个洗脚池 还有一些它们这个应该要有的 这个狗变的这个清洁带 这些设施我们大概都有 现在许多人表示 花莲狗猫药栋団园区在9月份落成启用 这对于在犬猫动物保护工作者阶段而言 可谓是相当重要的里程 其是希望能够透过政府与民间的努力 朝向人与动物间更友善更幸福的方向前进 记得终于换说到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